这个系列叫做在耶稣基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系列 那么我们以哥罗西书整本书 整本的哥罗西书来做一个依据 来跟你们分享和查稿这个系列 在基督耶稣里的系列第一 今天第一系列叫在基督里 那还没可以分享上帝的话 有一点讲个交话 有位妈妈有一点晚上 她在轰她的孩子睡觉 每个妈妈晚上都轰孩子睡觉 但是这个小儿子 妈妈轰了很多次 很多叫他睡觉 他都不要睡觉 一直喊着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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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这个妈妈实在忍不住了 结果严严的警告这个小儿子 如果你在喊妈妈 我就打你拿给你吃藤条 于是这个小孩子就静了下来 刚静下来不久五分钟 然后妈妈可以难得可以休息 可以坐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小儿子就很委屈的 因为妈妈不准她再喊妈妈了 她很委屈地坐在那边 她说陈太太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 听得懂吗 就是说她很听过嘛 妈妈说你不可以再喊我妈妈 她要打你 她现在没有喊妈妈了 陈太太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所以呢 呀这是一种笑话 我们很多时候 做基督徒 我们虽然是信仰耶稣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 我们已经是拜主义的真神了 拜耶稣了 我们没有拜拜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虽然我们信仰耶稣 但是我们生命啊 生活啊 还是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 还有那个旧的一套 来来到教会 以为用这样方式 上帝就能够听我们的祷告 能够介绍我们的这个 所以呢 今天我要给你看 带你看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的 我们来看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打开 哥罗西书 Gelotians 1 verse 1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你在翻考翻查的时候 我也找他 稍微跟你分享一下 哥罗西书是 哥罗西教会 是一间教会 也是保罗开办的一间教会 这本书呢 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 写的一封信 写给哥罗西教会 分别 菲利比教会是菲利比教会 分别写给哥罗西 就是哥罗西教会 他一共写了四本 在监狱里面 一共写了四本书信 其中一本就是哥罗西 哥罗西教会 跟菲利比教会的 背景不一样 菲利比教会 他充满爱心 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但是哥罗西教会 就不一样了 他的背景和他的 他的教会的情况 就不一样了 开始很好 开始都很专心 很爱神 但是 去到一个程度呢 他们骗你了教 他们骗你了基督 骗你了教教训 甚至他们不败耶稣了 他们改败天使 改败太阳 改败月亮 也因为这么样 保罗就写这奉信给他们 让他们回转 让他们想到整个基督的信仰 和基督的 整个的基本的价值 我们来看第一章一节 J.1-29 我读和和本 中文和和本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 使徒的保罗 和弟兄提摩太 写信给俄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会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第十节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第六节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 福音正道上 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第六节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调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第七节 也正如你们从我所请爱 一同做仆人的伊巴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 第八节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第九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 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第十节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破离平安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第十四节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身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 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组织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间 万有也靠他而立 十八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 是从此里 首先附身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举所为 十九节 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富 丰富 丰富 在他里面居住 二十节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 教万有 无论在地上的 天上的 都和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 以神各觉 因这恶行心理 以他为敌 但如今 他借着耶稣的肉身受死 教你们自己 以自己和好 而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只被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二十三节 只要你们在所幸的道上恒心 根基坚固 也坚定不移 或是以被引动 失去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的 也是传以普天下 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 二十节 我现在为你们受苦 祷决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鼓满 基督 患难的缺陷 二十九 二十五 我照着神 为你们所施我的 自愤 做了教会的指示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前辈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圣徒显明了 二十七节 神愿意 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的丰盛 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 成了荣耀的堂王 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法人的智慧 劝接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面前 我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所运用的大人 尽心谢令 我们这个祷告 不止再次了 把讲台 把兄弟姐妹 教的圣手里 高默他们 让他们 让我所出的 每一句话 没有落 落在地上 空了 而反而成就 你心里所要成就的 在他们的心里面 再一次的被挑望起来 再一次的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爱你更多 认识你更多 感谢赞美你 有如此的祷告 奉美书的名 Amen 那兄弟妹 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呢 在耶稣基督里是讲什么呢 那我们常常去买很多产品 比如说我们买电器 通常买电器 通常电器买回来都会有一个叫做产品说明书 但是我们人他常常说什么呢 常常买了产品之后 那个产品说明书 从来不看的丢掉了 如果有看也是要看怎么样操作 只是那一面而已操作那一面 那其他都丢掉了 然后我们有时候我们进会员 这个会员已经很好的 有什么什么什么 很好 哦好好好 我们就签了了 我们就做了当了会员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那当会员有什么权利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从来不了解 不知道这是我们人的本性 诶我们做基督徒 圣经说我们在耶稣基督徒 我们有什么基督徒有什么权利 基督徒该有什么东西 上帝已经预文预备 为我们所做的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也是不能查查 诶你信啊信啊 反正就信就得了啦 有的信就信啊 洗一洗洗啊 洗就得了 反正去教育是要做的东西也的 不是 今天摩世要跟你们讲 在基督徒不是一个口号 在基督徒不是一种的 不只是一种的名词 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 一共用在基督徒或者在他里面呢 一共用了164次 可见这个在基督徒 是一个相当很重要的名词 它不只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种的宣告 我们来看 在基督徒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 在基督徒 他是我们的属灵地位 当我说你在基督里 并不是说一个名词 当我说你在基督里 是代表你的属灵地位 你本身在这个 成为上帝的儿子 儿女呢 你的地位是如何 第二 他讲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跟上帝或耶稣有关系的 所以你在基督里 第三 在基督里也说明了我们跟神对我们的保护 没有在基督里你就没有保护 你在基督里就有受到保护 第一 它说明了我们有圣洁的可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 我们来看 我们 在基督里讲明我们在基 我们在 我们的属灵地位 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 上帝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 因此呢 我们就有主的生命 和祂的性情 我们也不在 活好像世人 或者好像没有信耶稣之前的那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接纳了 在基督里表达什么 是表达 在基督里表达 是你和我 人所不能理解 不能明白的 接纳亲密和安全感 所以在基督里的概念 和在基督里这种的思想 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 兄弟妹 你说哎呀 牧师那么我信了耶稣 我已经在基督里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有这么一样的一个 这么一回事呢 因为在基督里 圣经 刚才我讲说 你能彰显 你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 你能彰显出耶稣的生命和个性 我们继续看来看下去 你就明白 第二 在基督里讲到你跟神的亲密关系 这里有一章 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章十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很重要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的爱子的活动里面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活动里面 兄弟妹在基督里说明天堂不是将来的事情 哎呀我信耶稣一天我能上天堂 上天堂 你是肯定是上天堂了 但是天堂不是将来的事情 天堂不是以后的事情 天堂就是现在 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神爱他爱子的活动里面 他爱子的活动里面 兄弟妹这个迁到的是 已经做了 不是这样要做 还是等着要做 这里的迁到是已经完成了 今天你信了耶稣那一天才是 你已经在天堂里面了 你已经在天堂里面了 而不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了 这不是凭感觉 因为整个基督徒的信仰 是建立在性情上 建立在你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上 上帝你信耶稣的那一天 上帝已经把你迁到了 我们来看迁了 迁到这个词啊很重要了 在希腊言文叫 Methustenum 大家跟我讲Methustenum Methustenum 好不是很清楚了 这样字了 Methustenum Methustenum 意思是什么说呢 意思在英文这样说 是transfer re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f change of situation of place 意思是说呢 把我们运输到 把我们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一个另一个地方 另一句话就说换环境和换地方 签的意思 很清楚了 不是空想象 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想法 是上帝已经 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不管你感觉到没有感觉到 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 上帝已经把你 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 哈利路亚 Amen 所以你今天 不再是活着 你普通人的身份 你今天 不只是你 Adanakal Adanabe的儿子 孩子而已 你是天国的子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 Amen 然后 接下来说 我们 所以 我们跟神的 神的亲密的关系 是怎么讲呢 亲密是讲明我们如何 跟神联合 与主联合在一起 现在问题是 前提是 你在哪里 你在耶稣基督里吗 你在吗 如果你在基督里 你在吗 你还在吗 你仍然在耶稣基督里吗 今天的问题不是 上帝有没有状怨 这个部分 而是问题是 我们在哪里 我们常常来到教会 圣体是 在这里 那个灵魂到处都飞的 我们造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遇到 我们都是找别的方法 不找 祷告 找神的 我们紧急 老啊 你可以帮忙 阿巴尼亚 你可以帮忙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到底 有没有在基督 耶稣基督里 基督 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因为世界都很 世界恨恶基督 因此也恨恶我们 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却活在基督里 我们不能排除这事实 我们的确是活在世界上 但是现在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不会反对你的 人家会想 你都吃虹狗 你都哄 人家 人家对你的信仰 对你的基督教的信仰 是有反驳的 人家对你的是反感的 如果你心里想 耶稣什么事情都没有 都没有的 都很好的 都顺顺利的 我不知道应该是 恭喜你还是 我开始有害怕 你到底有没有在基督里面 当你在基督里面 这个是很正常的 人家对你的一种的看法 哎呦你们 叫很高 叫很高 我会不好咯 要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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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很多 他们会讲 如果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 不管世界有变化有多大 不管社会有多动荡 我们安然在耶稣基督里 Amen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的 他的平安 他的喜乐 不是来自于世界 因为世界会给他这个平安的喜乐的 他愿意做任何的工作 尽管那一份工作 是很卖力令人很讨厌 而且痛苦的差事 因为他是这样一样东西 他不是为人做的 他不是为自己做的 他是为耶稣做的 Amen 就要看福祉神 哎 兄弟妹 日子有功 Amen 我要看个人 真正有没有侍奉神的心 时间就证明一切了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教会里面 总是有一些人 这么样的 他因为一些的矛盾 一些的摩擦 一些的问题 他说 我不要做了啦 不要来 不要侍奉了 不要什么 对 他一直来都不是在福祉赐上你 他不是在福祉耶稣 因为他福祉赐上自己 但他会有感到有委屈感 到他不平衡 不愤的情况下 他根本就是为自己来福祉 他根本就是为别人来福祉 因为应求牧师 牧师叫我做 牧师做到没有办法 但是一个人真的是福祉神的时候 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他不会受那些环境的影响 我都不是为你做的 我是为上帝做 牧师不能救你 不要为牧师来做 牧师叫你来做 牧师没有给你上天堂的权利 也是为上帝而做的 Amen 就好像还有一些人 他说因为一些人掩固 他说我不要来了 不要来家伙了 不要来什么了 不要参加什么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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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他的福祉之外 他会很看得见 他会知道 会看得见 就好像福祉一样 穿鬼 福祉一样 空气充满了他 然后空气充满了他 他也充满了空气 一呼吸 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的感言是不分的 不能把你分出来的 你呼吸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空气里面 是啊 然后然后我们也 那个呼吸也是不是在 那空气也是 也是不是在我们里面的 一样的 就是不能分开的 基督也充满 同样的基督也充满着我们 是不能分割的 所以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性 在我们里面 所有所客户所盼望的 也是基督 当有这样的心思 当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是在基督里面 保罗在这里强调 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找到的满足 哥罗西的教会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已经偏离了教会 偏离了基督 耶稣已经足够了 保罗说 保罗在这里讲 耶稣已经是足够了 在他里面 我们可以得以完全 当我们不能在基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是寻找其他以外的经历 其他以外的方法 其他以外的计划 来满足我们自己 所以 你就不在 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不在基督里 我们本应该降服在基督里面的 但是我们拒绝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 我们一切的权利交给他 完蛋了 我们也不在基督里面 我们再来看下去 保护 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的爱子里面 这里呢 说明了神对我们的保护 你的安全感在耶稣基督里 阿们 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 你是最安全的 换句话说呢 当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 不是上帝不保护我们 也不是上帝不愿意保护我们 而是我们远离了上帝的保护 明白吗 所以 一些人跟我讲 哎呀 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信仰耶稣 我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猫刀 还是一样有问题 还是一样种种种种种 为什么遇到很多很多 不能解决 每次都 每次到夜尾啊 肯定有抗逃的 不然孩子生病 不然是车坏 不然是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我 弟兄啊 你要学习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基督啊 基督的言文 在希腊的言文叫 手受 大家讲手受 手受 手受代表什么呢 手受代表 带来和平 带来平安 带来医好 肯定救恩 康复 get well 使好转 make well 保守 恢复 重建 安全 手说的概念呢 是从来没有间断 持续的 或是长长的意思 意思说呢 上帝的救恩 代表了过去 上帝的救恩 也包括了现在 上帝的救恩 也包括了将来 这才是上帝完全的救恩 如果耶稣基督只救你一次 你就完蛋了啦 你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危险 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危机 当你那一天说 主耶稣我邀请你进来我心里面 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你那一部分 那已经是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 但是现在 你活着每一天 上帝也在拯救你 到将来 面对审判 第一的勇火的时候 耶稣也要拯救你 这才是完全的救恩 我们所信的神 祂不是能够救你祂的能力 不是救你一次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次的不断的 基督不仅以往救我们 给我们救恩的礼物 祂现在仍然救我们 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一切生命中的危害 祂将来还要救我们 脱离那永远不灭的火 救我们 地狱的可怕 或者可怕的地狱 所以说你们 今天你信了耶稣 可能三个月后 你会知道 有一天你会生病 圣经讲 祂有救恩 这救恩包括和平 包括康复 所以这才是救恩 所以你病的时候 或者你要病的时候 你可以祷告耶稣你医治我 因为这是上帝 呵护上帝的心意 呵护上帝的骄傲 就算你还没有病 上帝也救了你 这个救恩的奇妙 我救恩的忍力 是这么奇妙 还有病 上帝都医好 奇妙 阿们 哪里找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 讲个故事 有个妈妈带着五岁大的孩子 去逛百货公司 由于冷嘲很多 多到一个程度 他把小儿子给弄掉了 是什么 我的母亲急得要命 找他找 跑到几层楼 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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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最后的结果呢 他的小儿子坐在那个长灯上 然后两母子继续地逛下去 继续逛百货公司 这时小儿子紧紧握住母亲的手 很震惊地警告妈妈说 妈妈 这次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再走私了 其实应该 应该 这句话是谁讲的 是妈妈讲的 他是 你看 小儿子 反而小儿子抢了妈妈的部分 我要告诉你什么 我要告诉你这个笑话 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啊 关键在哪里 关键有没有在基督里 小儿子从来没有担心 他妈妈会不会 不来找他 小儿子从来没有担心说 妈妈会不会找不到 会不会找不到他 他 他 当然地坐在哪里 就好像 我们必须要写信的小孩子一样 安然地坐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上帝总是 跟我们 保护我们 接到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不在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遇到环境 我们就好像那妈妈这样 很扯 到处很早 不在基督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有圣洁的责任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第一章二十二节 哥罗地书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 以自己和好 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 则被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来 这个和好 这个词 待会我可以讲圣洁 这个词 我可以讲和好 这个词很重要 什么是和好 就是已经是 曾经是有 有 不和 曾经是有 那个 嫌隙 现在是和好了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 一个 一个明白 这个和好 不仅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上帝要我们和好 这个和好 英文叫 reconcilation reconcil reconcil 这个和好的词 是很大的 很抽烦意义的一个词 第一 你不仅跟上帝和好 当你没有跟上帝的和好 你就是上帝的仇人 仇敌 你就是上帝的敌人 当你跟上帝和好的时候 你就能够建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好 当你跟上帝的和好 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很难 不可能会跟人之人之间 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是一个同等的 实际上是同等的 一个向天 一个向 一个向 向左右 就人与人之间 还有 和好 在罗马书第八章 不仅是 人与人和好 和神和好 和万物都和好 我举你也可以明白 你就明白了 以前 当上帝创造以电言 把阿当放在以电言的时候 阿当是这样做的 阿当是这样 来 狮子过来 我给你名字叫狮子 来 老虎过来 我给你叫老虎 大象过来 我给你叫大象 长颈路 你警察都长 好 你就叫长颈路 以前 人还没有犯罪之前 人和动物和万物是核实的 今天为什么狮子见到你就要咬 老虎见到你就要咬 不是变态 是因为 我们生命因为有诅咒 有罪的领导 使到我们跟万物都不能核实 上帝说 将来 你去读 以赛亚书28 圣经讲 以后 上帝要给我们新天新地 这新天新地里面 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也没有再病痛 你可以 圣经描述 我们跟狮子一起睡觉 然后 跟老虎一起玩耍 上帝要恢复 恢复我们跟万物和谐的一个想法 我满心相信这个质词 因为有时候我跟狗讲话 他似乎好像会听我在讲话 只是 只是我不会讲狗话过来 其实我相信 告诉你 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的和好 那么回来这里 上帝说 我们有可能 圣经的可能 基督信仰 并非只是 只是一个换一个宗教 来信而已 他并非只是一个道德端严的地方 基督的信仰 不是三好思想 你有看那个 那个 公善该乐 公善该乐西就明白了 那个三好 三好怎么 做存好心 做好事 做好我 基督信仰 不只是 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的宗教思想而已 他远远超乎这一切 上帝要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变污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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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污染 他护照我们 他护照我们 不是想要达到的理想和境界 而是要有属灵的看见 污染 彼得说 彼得说 你们是被选选的主类 你们是君中的祭司 你们是圣洁的国度 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遭你们出黑暗 露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原来成圣的生活 在于我们属灵的地位 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有可人的改变 你有可人的圣洁 问题是许多的基督徒 常常活在基督里 基督里面 他们总是在基督里 待一下子又出去了 他们不能牢牢 牢牢靠靠 实实在在地待在耶稣基督里 况且我要告诉你 属灵经过不是你的努力就能得 你努力去有个 属灵经过是就能得到的 属灵的经过是上帝的工作 是上帝在你里面做工的成分 而不是你努力去做的 你要逼自己不讲不骂人 逼自己不讲不好的思想 是不能的 属灵的经过是上帝工作 在十六世纪 在教会历史里面 上帝兴起了有一个人 叫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给我一百个除了生以外 无他羡慕 除了罪以外 无所惧怕的人 我要改变全世界 John Wesley 就是Wesley Methodist 为你公佩的创办人 他三十五岁 决志信主耶稣基督慰改 为主传道五十三年 享年八十八岁 活到八十八岁 你知道他死去的时候 他留下些什么呢 他留下 只是留下一些的属灵书记 和讲道的衣服 六磅的燕麦 他死前有分不错 把这六磅的燕麦 送给那个台 埋葬他的那些穷人 六支人家送给他的 银汤匙 他还有什么 亚对 他还有到处去建立的 为你公佩 他一生当中 曾经开除过一百八十多位的牧师 他说一个牧师 他要求每一个牧师 应该凌晨五点间才祷告 我相信如果按照他的水准 今天很多的牧师 也一样要被开除 他说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比更可恶更可怕的事情 传道人不祷告 他的讲道 他那时候没有车 没有摩托车 他骑着马 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小道 他在马上准备奖章 他马上骑着马 一边看圣经 一边准备奖章 到一个城市去传道 他还没有到那个城镇 人家听到他风声 要来的风声 所有的舞厅 nightclub 夜总会 关掉 你的casino 因为害怕 他讲的道是圣洁的道 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在讲道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 有什么特别圣灵的道 很感动 暗所导致 他直接讲道 所有的听众都在那边 倒在一上一的能力里面 哭 哭 哭气 为什么 他们看到第一的火 他因为 因为他的讲道 使到很多的 nightclub 夜总会 舞厅 还有赌场都关掉 有一些人不能答案 就拿着枪 到现场 要开枪 把他杀死 结果 那个拿枪 像要杀死他人 倒在地上死掉 他建立了孤儿院 他拆宣教师到世界各国去建立教会 印度今天有基督教 也是他的门生 William Carey 是他拆出去的 要不然 印度那么落后的国家 那么几场的国家 也没有封准 他讲过一句话 给我一百个 给我一百个 不羡慕任何事情 只有羡慕上帝 不怕任何事情 只怕犯罪的人 我就能改变全世界 他还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The world is my page 意思说 全世界是我的讲台 他的心是多么的广泛 你跟我讲 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办法 我们常常告福上帝啊 你祝福我 我为你公主 你赏识给我 我们希望的赏识是现在的 我们希望的赏识是很物质的 但是这个 约翰卫斯里 死的时候 全所有 所有东西 他所剩下的 东西 才值到 才值三十块一磅而已 我们常常跟上帝讨价 我们讲 上帝如果你给我做这样的东西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东西咯 兄弟 前面 我还记得你 我们需要 真正的思考 我们在基督里 我想问你们 一个问题 你是那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人 好像 约翰卫斯里说 那一百个人 还是千万人中 被世界改变的一个人 再问 你是一百个改变世界的 那一个人 还是千万人中 被世界改变的 我才问最后一次 我才问最后一次 你是那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人 还是千万人中 被世界改变的一个人 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跟我讲 既然要当祈福 我希望我要当是最好的祈福 新疆也反映到我们 是无论 曾经有一个人 打电话给一个牧师 他说 牧师 我教会的牧师说 要常常祝福 有祝福 要愿意祝福别人的一个医院 我们就有祝福了 那上帝感动我 写一张支票给你两千块 不错 他有感动要写一张支票 然后那个人就打电话 跟着跟牧师说 牧师我准备一张两千块的支票给你 但是 但是 请你为了祷告 在一个星期里面 求上帝给我四千块 你就可以兑换这个支票了 所以我们 会笑这样的故事 但是我们的心态 才能够是这样的 不是吗 兄弟 我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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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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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术里面 小敏刚刚的位置是负责传递工具给医生 手术就要结束了 大家正准备为病人缝合伤口的时候 小敏忽然喝止了手术 当手术室里面每一个人都惊讶 大家都平息静气的等待小敏交代 为什么要终止这个手术 原来小敏根据不实手册 他点算过他所有用过的工具 发现有一个错漏 原来本来他准备了12块纱布 但那个时候他只找到11块纱布 这可能表示有一块 可能就放在病人的体内还没拿出来 所以小敏坚持要把那一块不见的纱布找出来 医生看看小敏 然后失忆其他护士 继续为病人缝合伤口 小敏的投诉得不到回应 令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他看到大家都继续的买手自己的工作 他忍不住继续的向医生投诉 一定要找到那附近的沙布为止 医生向那个胆肝克制手术的护士说 我会负全部的责任 你放心 然后医生就低头继续做手术 小敏终于忍不住 向前拦住医生 继续说不行 不行 就在那个时候医生看着小敏 然后跟他说 以后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都会成功的 小敏对医生的回答 摸不头脑 他看着医生 医生这时就从口袋取出一块原本 用来试探这个新来的护士 做事有多认真 有多谨慎 而偷偷藏起来的第十二块沙布 我们都希望从别人的身上 找到出事认真 坚持到你的美德 但是又有多少个人 可以从自己的身上找到 许多的人在该认真 坚持到底的时候 却不认真 不该认真 坚持到底的时候 却使命认真 而坚持到底 兄弟姐妹 你是死哪一个人 所以 今天很关键的问题 是 你在哪里 你有没有认认真真 坚持 道理的 在耶稣基督里 如果你 你没有认真的 在耶稣基督里 这些所有的属灵地位 与神关系的亲密 和神对我们的保护 和圣经的可能性 一概跟你不管 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 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 让人家立起来 在耶稣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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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基督里